近日,伊能静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段儿子哈利的采访,这也是他首次回应自己穿女装的行为。 哈利此次为某时尚杂志拍摄了大片,并接受了采访。 他表示衣服只是衣服,不希望大众过度解读。 自己所选择的每一件衣服,其实原因非常情绪化,想穿什么就穿什么,希望人们能够更多看到他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外在表现。 哈利坦然地表示自己才刚刚19岁,不希望被过早地设定,他也非常地喜欢时尚。 在父母的影响下,对艺术也有着很大的兴趣。 伊能静一向都非常支持儿子的选择,这次也不例外。 他霸气地表白力挺,直言自己非常爱哈利。 此前,哈利经常晒出自己穿女装的照片。 他不但穿着女士的裙子,而且还戴着长长的假发,画着夸张的妆容,佩戴着各种华美的首饰。 如果是不了解的人看到,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女孩子,引发不少网络争议。 伊能静经常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尊重儿子,鼓励他去选择想做的事情,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会在背后爱他。 希望哈利能够感受到母亲伊能静的这份苦心,今后在自己喜欢的时尚领域做出好成绩。